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安居专案系列报道,我是林孟平 照片集团善于运用社会趋势出新招 基隆市警方指出,近期常见的诈骗大多与购买三倍券、购买口罩以及求职贷款有关 基隆市警方接获了民众报案,在领书社团看到有卖家Po文贩售三倍券 要求以私讯传递及寄送汇款资料 他依赖与对方谈妥交易并汇款后,到超商拿包裹,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 警务员专会如说 这位是主管我们基隆的民众,他在Facebook的社团看到有卖家Po文说 售三倍券要的话私讯 那因为说政府有明定说振兴三倍券不得在网络上面或者是做兜售的动作 所以呢,那这个民众他就以私赖方式跟卖家谈妥交易 那是想说要用2500块的新台币,然后买3000元的三倍券 那卖方承诺会以超商取货方式寄送振兴三倍券 结果等到我们这位民众到超商取得包裹以后,才发现说包裹里面空无一物 才知道说这个遭到卖家的恶意诈骗 这种未避免有心人士利用振兴券作为诈骗新招 呼吁民众如果遇到疑似诈骗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或拨打1988纾困振兴专线洽询 肺炎疫情近期有升温趋势 诈骗集团脑筋又开始动到防疫口罩 基隆11名男子在脸书上遇到卖家主动加他好友 标榜国内大厂制造的口罩 因为做活动买一盒送三盒,四盒只要1000元 民众付款购买后,收到货品却发现是大陆制 但卖家已经失去联系 基隆一位民众在Facebook上遇到有卖家主动加入好友 声称说可以现在要做活动 一盒送三盒口罩这样子 那内容为国内口罩大厂所制造的医疗级口罩 那四盒总共跟他卖家谈妥是新台币1000元整 那卖家与买家约定五天后在超商付款取货 那买家打开包裹后发现对方寄送来的是大陆制口罩 那经通讯联系卖家,卖家居不回忆 买家才发现这时候是招人家诈骗了 警方调查近期发生的口罩诈骗案件 就是诈骗集团利用拍卖网站、简讯、脸书的一页式购物网站 假装贩售MIT国内合格之医疗口罩 那实际上是趁机以大陆货或劣职的口罩行件 疫情期间部分劳工放无薪假、经济拮据 但本身财务条件又难引向银行贷款 诈骗集团的脑筋也动到这些人身上 在脸书社群张贴贷款讯息 阳城有特殊管道可以帮忙贷款 实际上是诈骗被害人的存折及个资 基隆市警局刑警大队真四队长李国中说 这种方式 他们会在脸书发布说 针对一些条件比较不好的 有需要钱的、要贷款的 因为银行他们贷不过 他们就找脸书这种刊登YES的广告 然后逮投就跟他讲说 你要贷款各位 你要有一个抵押品 就是抵押护照 不然就是要赠你的财力 所以叫你护照记 把那个账户记给他们 警方透过大数据分析 发现双北极基隆多处超商 是车手收取个资的地点 短短几个月逮捕到25名车手 成功帮48名被害人保住账户 警方提醒 民众不要将个资随意交付他人 以免被当作人头账户 另外行政院明定 振兴三倍劝不得转售 网络交易是违法的 提醒民众千万不要贪小便宜 因小事大 今天的安局专案系列报导 是由警广记者李孟平采访制作 谢谢您的收听